前男友的现女友在朋友圈官宣 特意at了我看 我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无意点开 厄运退散 想了想 我在下面评论道 这么大件事 联合国那边怎么说 一 你看见了吗 游离在朋友圈官宣你前男友了 好姐妹沈娜娜发来朋友圈截图 后面加了七八个感叹号 生怕我不知道 她吃瓜的激动心情似的 我知道 她还特意at我看了 什么 她居然这么臭不要脸 这个女人脸皮也太厚了吧 她为我打抱不平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骂死她 死女人 丑女人 坏女人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 过了一会她又发来一张截图 跟第一张相比 多了我的评论 这么大件事 联合国那边怎么说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你可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本来他想气死你 现在要被你气死了 哈哈哈哈 你看他对每个吃瓜的人都毁了 唯独不敢毁你了 真痛快 二 尤离会跟严谨在一起 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严谨是我前男友 所以当看到她发的官宣朋友圈时 我心中并没有多大的起伏 渣女配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怎么会因为顺应自然的事情而生气呢 过了一会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点开 是久违的熟悉头像 狗来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她会在朋友圈这样发 还特意让你看到 引你伤心 放心吧 我已经让她删掉了 啊 好笑 自己不想公开 想让她删掉拿我做借口 还引我伤心嘞 倒是操心了 我能伤打门子心 我回复 没事啊 就当给我的生活找点乐子了 让她多晒晒 每次都要挨徒我 我怕朋友圈人太多 漏了她的动态 这样我才会伤心呢 你看 你伤心的都开始说胡话了 你这样伤害自己 我会内疚的 我的胸口一阵翻涌 手指飞快地打着 求求了 可别再恶心我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该内疚 该伤心都跟我无关了 别再整一副痴情少男的形象了 怪恶心人的 过了一会 她没再发来 我以为她总算笑停了 然而是我低估了她 手机一震 又是她 哎 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 你恨我骂我都是应该的 我 我现在只需要新鲜的空气 文言 大家给我让出一条生命线 每个人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等我发话 仿佛我只要一声令下 他们马上就能冲出去 咬住那对高调的情侣 我摆摆手 我没事 我对严谨也没多大感情 既然留不住 那就下一个 我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颓废的 大家放心 我们只要在业务上 碾压游离那组 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 我才会真的开心 同事们向我抛来同情的目光 这目光给了我坚定的决心 一定要搞死游离那组 四 我是科技公司的销售一部的主管 游离是销售二部的主管 我们一直是处于竞争的关系 严谨任性 裸辞后一直找不到工作 我索性让她来我公司做销售 一来有个工作过渡一下 二来也不会与社会有隔阂 或许是出于自尊心 又或许是碍于我们的关系 严谨不想进入一部成为我的下属 在跟HR详聊之后 转入了销售二部 成为了游离的下属 我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很生气 但是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让她成为我的下属 确实挺伤她自尊的 且不说我在工作中情绪不稳定 语气就不好 日夜相对的也容易产生厌倦 倒不如在公司里扮作普通朋友 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事端 偶尔 她也可以给我透露点二部的作战策略 嗨 就挺好的 五 严谨刚入职那会什么都不会 早上二部的人叫她 晚上我带着她 亲自走一遍她的客户 在一边指导她的话术跟状态 直到她可以独立完成 她成长飞速 入职仅半个月 已经获取了客户的信任 也让尤离对她多看了两眼 怎么样 二部对于公司早上的任务 有什么计划安排没有 我窝在她怀里 打算来一场窃听风云 谁知 严谨促了促眉 低头看着我 你自己都是一部的主管 我希望你能赢得光明正大 而不是靠这种手段赢 我一脸懵 怎么突然就被说叫了呢 她站在道德制高点 把我硬称的 像个指挥耍手段的小人 我的心瞬间冷了下来 后来下了班 我绝口不跟她提公事 倒是她开始 频繁地跟我讲公司里的事 然后反问一句 你觉得呢 她大概是忘记了 当初回我的那句话 但是我记住了 所以只是淡淡地回应 我觉得你做得就挺好的 她说 没了 你不打算跟我说说 其他的优秀案例吗 我敷衍一笑 再优秀 哪能有你优秀啊 你才入职这么短时间 就把名声打开 传到我们一步了 还有谁能比得过你 每每这时 严谨就会一撩刘海 硬承下来 你说的也是 六 好姐妹沈娜娜 是公司的财务主管 某天 她突然拉着我小声地说 哎 你可要管好你们家老颜啊 我觉得她最近跟尤离 走得很近啊 我满不在乎 我虽然不喜欢尤离 但是她是她领导 走得近是正常的事情 正常 沈娜娜拍了我一掌 你管这叫正常 她拿出手机 哗啦到一张照片 摆在我面前 照片里 严谨跟尤离互相对视 笑得一脸温柔 她的手还放在她的腰间 这照片 你哪来的 我语气平淡 仿佛被出轨的人不是我 这 她欲言又止 抿了抿唇 他们二不一傻子 找财务部报销的时候 没有提供发票 提供了这个现场照片 然后就被我们部门的人 拿来吃瓜了 他们不知道 严谨是你男朋友 嗯 我翻了手上的审批文件 潇洒地在领导意见栏上 写下同一二字 现在是我前男友了 气 我跟严谨的分手还算平和 她也没说什么 默默地整理好行李 搬出了我的家 我还以为她要流落街头了 没想到直接平移到了游离的家 不得不说 这小子女人还真不错 分手后回到公司 发现我的下属们 看我的眼神带了一股怜悯感 甚是慈悲 我抓住一个藏不住的话的下属 拉进办公室言行逼供 她支支吾吾地告诉我 二部的同事前阵子 看见我跟严谨在一块 我俩的绯闻传得浩浩荡荡的 都在闹她玩笑 说她要牺牲色相 去一步当卧底了 说得烦了 严谨就冲着开她玩笑的同事 大吼一声 别再说了 我们分手了 然后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在我俩交往的时候 风平浪静 一分手全世界都知道了 接着就有了开头抓码的剧情了 爸 我在洗手间的洗手台 挽着手机 等着还在磨磨唧唧的沈娜娜 这时 一个涂着大红唇的女人 踩着细高跟进来了 我不用抬头 都知道是游离 哎 江总 好巧啊 她对着我 演起了久别重逢的戏码 明明上午开会 还坐在我对面 对我翻白眼来着 嗯 好巧啊 你也来拉屎啊 游总 我皮笑若不笑 模仿着她的语调 她顿了下 无嘴笑 江总 大家都是文明人 还是用词文雅点比较好吧 我摊开手掌 妈撒着新作的指甲 淡淡地说 文不文明的 可不是嘴上说说来决定的 有些人长得人模狗样的 可她就干不出人事 你说这是文明 还是不文明呢 我意有所指 也相信她懂我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题过于深奥了 下次我们有时候再探讨吧 她朝我假笑 我男朋友约了我吃饭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在哪吃啊 沈娜娜适时地走出来 伴随着一声 巨大的马桶抽水的声音 来都来了 你们就在这吃得了呗 游离的脸色垮了下来 看了看 沈娜娜又看了看我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厕所也没上 踩着小细根就走 粗俗 我俩对视一眼 学着她脚柔造作的音调 粗俗 心照不宣地指着对方 小学机事吵架 说你呢 说你呢 就 晚上公司领导层聚餐 我约着沈娜娜 同一时间赶到 路上堵车耽搁了一会 我们到的时候 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哎哟 一声不怀好意的声音 在角落里响起 我寻声望去 是坐在大领导身边的游离 真真是领导做派啊 我们林总都来着好半天了 你们怎么姗姗来迟啊 又在搞事情 我跟沈娜娜 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开口 虽然是路上堵车来晚了 但也确实是我们不对 让林总酒等了 我举起桌上的酒杯 双手敬酒 我自罚一杯 娜娜不能喝酒 她的这杯借我账上 我仰头把酒杯里的酒 一饮而尽 看戏的众人 接骨掌热落气氛 林总也笑着说没事 我对着游离突然开口道 游离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她愣了一下 扫了眼大家 我怎么了 虽然我跟娜娜来得晚了 但是 你怎么能让林总这么干坐着呢 你坐在主陪位 应该第一时间 就观察到领导的情绪啊 她看着我哑口无言 张了张嘴 一时没想好 怎么反驳我 我当然也不给她找不到机会 你看你这个主陪的工作没做好 应该自罚三杯啊 不然难以服众的 是不是 沈娜娜非常给力地跟我唱双簧 是啊 是啊 游总要给小辈们 起个好头才行啊 此话一出 大家都纷纷附和 明摆着看热闹 不嫌是大 尤里环顾一周 再看着身边的林总 也将视线投向她 已然成为众矢之地 她也不扭捏了 举起杯子站起来 接下我无中生有的罪名 感谢将来的提醒 这三杯我喝了 希望林总也原谅我 一时招待不周 林总是个笑面虎 笑着看她喝完三杯后才开口 没事 没事 三杯下肚 尤里的脸色开始泛红 略带血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 我也不惧 盯着她看 小样 丑你咋地吧 怎么了 你们看对眼了 沈娜娜低声在瓦尔帕尔语道 我无语地瞥了她一眼 结束了这场熬音的比赛 十 酒桌文化一直是我所厌恶的 我觉得工作就得在清醒地收谈 酒精上头谈成的工作 就难免有反悔的客户 而尤里跟我不同 她是以酒签单闻名的 来 我这都进好一轮了 江总怎么还坐着不动呢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所以不想喝酒啊 我就知道今晚尤里不搞事 就不安心 哪里哪里 我笑着端起酒杯 里面倒的是长得像酒的果汁 我就是不喝酒 也看不起你啊 她笑容一江 你说什么 我先笑出声 开玩笑呢 尤总怎么这么认真 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 我开开玩笑 轻松一下呢 哼 她发出一声冷笑 你最好是开玩笑 那必然是玩笑啊 尤总这样的大人物 我怎么会看不起呢 我是高攀都来不及呢 在我心中 你是跟林总一样优秀的人 我每天晚上都要思考 如何成为像尤总一样的人物 要不是百度搜不到 不然我这回就要跟你并肩了 她皮笑若不笑 看我们江总这么会说话 更要敬我跟林总一杯了 向偶像学习吗 自然自然 我也一脸假笑的跟他们碰杯 内心在富匪 这女人怎么话这么多 到处是陷阱 一不留神就踩雷了 林总几杯酒下肚后 孕孕呼呼 开始八卦 哎 你们俩关系倒是比我想象中的好 我怎么听说将来的前男友 现在是尤离的男朋友啊 你们已经好到共享男友了吗 说着 她可能以为自己很幽默 率先笑了起来 桌上清醒的人都愣住了 抬眼把视线对焦到我跟尤离身上 尤离最先回过神来 笑着说 那还要感谢将来把她调教的这么好 细心又会照顾人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我是一不小心 坐享其成了 说完还冲我得意一笑 我扯了扯嘴角 不客气了 我现在这个马上也要扔了 你还要吗 全场寂静 唯有闲眼包沈娜娜指 也指不住的笑声 将来 尤离咬牙切齿的叫我名字 哎 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起喝一杯 我们就赶下一场了 有人站起来打圆场 大家瞧出了她的意图 一起站起来碰杯 把这火药味十足的气氛盖了过去 沈娜娜笑叉气了 笑得跟个不倒翁一样 倒来倒去 十一 下一场就是固定的KTV唱歌环节 尤离整场一直醉醺醺的贴在林总身边 时不时的符额软啪啪的往她身上倒 沈娜娜秘眼点评 嘖嘖嘖 语气词已经表达了一切 我是坚定的果盘选手 任耳边鬼哭狼嚎的歌声回荡 依旧牢牢霸占住果盘纹丝不动 你说 沈娜娜凑近我耳边 严谨知道她女朋友在外面这个样子吗 管她呢 我插了一个圣女果塞她嘴里 现在她就是路人一个 我们在意路人的想法做什么 她看热闹 不闲视大地告诉我 一会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路人的反应了 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尤离的醉酒照发给她了 让她来接她回去 我睁大眼睛诧异地转头看她 这女人 是懂看热闹的 我俩坐在昏暗的角落里 兴奋地表演苍蝇搓手 十二 严谨推开门进来的时候 尤离正在跟林总表演深情男女对唱曲目 林总的一只手还放在尤离的腰上 这样的场景 我俩的八卦之魂熊熊拦起 激动地直拍大腿 出乎意料的是 严谨只看了一眼就退出去了 丝毫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爆发 我跟沈娜娜面面相去 怎么不按套路走啊 这明明是场重头戏 怎么演成了三角链的济实感 尤离看见她的出现 第一反应是看我 我吃瓜群众的表情一不小心就暴露了 赶紧板起脸 装作默不关心 她收回视线 笑着俯身在林总耳边 耳语了几句后 推门出去了 我跟沈娜娜对视一眼 她毅然决然地站起身 接受了组织给的任务 推门的那一刻 她的表情坚毅地可以入党 半小时后 沈娜娜冲进包间 抓起我的手 跟所有人打了招呼后就要走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么慌慌张张的 她一边步履匆匆 一边扭头跟我说 我忍不住了 我必须得跟你说八卦 我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们迎面碰上了尤离跟严谨 他们脸上原本乌云密布 在视线对上我们的那颗愣了下 瞬间音转情 尤离一把抓过严谨的胳膊 动作俐落地挽住 将来 沈娜娜 你们 她指的指我们 要走了 我俩身上都跨着包 很明显的明知顾问 介绍一下 她笑着把脸贴在严谨的胳膊上 我男朋友 游离不屑 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让我生气 我一拍掌 哎呦 你怎么这就破坊了呢 我说你男朋友好使 是说她这么迟还能来接你 尽了男朋友的义务 你误会我了 将来 倒是你挺能忍啊 这都不生气 我哈哈一笑 说啥呢 这有什么好值得生气的呀 又不是什么好玩意 你要就拿去呗 将来 你这 眼景略带失望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但是我没办法 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我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游离 你男朋友 这是掩打出梁家妇女 被迫卖身的戏马呀 戏台子还没搭好 戏尹就犯了 眼景 见过不要脸的 我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沈娜娜看不下去 开口骂她 又当又立的 真当我们将来没人撑腰是吧 我拉过她的手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我酒精上头了 送我回去吧 行 我先送你回去 她温柔的跟我说 抬头看见眼景时 立马换上汉服的嘴脸 你就一舔狗 恶心 别再缠着我们将来了 你不配 你怎么说话呢 沈娜娜 尤雷站出来护狗 要 怎么 还要我打狗看主人是吗 沈娜娜的阴阳怪气 既能拉满 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啊 就在这狗拿耗子的 就准你们抱团 不允许我场外援助啊 尤雷 我知道你脸大 没想到能这么大 她双手拉直 比划了一个大圆形 尤雷一直很在意 自己的肉肉脸 被她当众挑明 恼羞成目 抓了一个最亲近的人泄愤 眼景 你是哑巴吗 我都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 你也不说话 你是不是男人啊 尤雷 她 将来 我 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了 眼景犹犹豫豫 沉浸在二女争一男 抢夺她争风吃醋的戏码中 行了 行了 回家该恩爱恩爱 该吵架吵架 我们没兴趣看 一会还有群年轻小帅哥 在等着我们 我们就不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这些半风干的腊肉身上了哈 我摆了白手 算是打招呼了 咱有素质的人 礼貌要到位 走了 走了 半风干的老辣肉们 沈娜娜学着我的枪调 也摆了摆手 然后匆忙捂住嘴 生怕笑意泄露 游离气的站在原地拍了眼景下 眼景生生受着 我跟将来真的没什么了 你别生气了 我觉得吧 她今晚回去还得挨顿打 人游离气的点根本不是这个 她还沉浸在游离为她吃醋的戏码里无法自拔 只能说她挨打是应该的 13 回去的路上 沈娜娜竹捣豆子似的抓着说 你知道吗 眼景都看见她的林总那个样子了 居然在吵架中还被她占上风 可能这就是直击压制 不是 不是 她边开车边说 我听见游离还在怪她 为什么要突然出现 而且吧 我发现她这个人身安前男友的线女友官宣舞到我面前 4ft11破的精髓 把眼景唬的那是一愣一愣的呀 我也来了兴趣 怎么说 游离出来后面对眼景的质问 她气焰嚣张 趾高气昂的说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我的应酬非常多 很多逢场做戏的事情免不了 你都知道的 现在来问我又是几个意思 她真这么说呀 是啊 是啊 而且她还跟眼景说 我都答应你了 不管我在外面怎么应酬还是会回家的 你担心个什么劲 巴巴的跑来这里 打扰了应酬的兴致 一会领导不高兴了 我分分钟可能没单子的 你知不知道 沈娜娜模仿着游离的语气 哇 她居然还能把错怪到眼景身上 这话术 我得学 我看见眼景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缩在角落里 游离大啦啦的拿出包还补了个妆 就冲这点 我佩服她 就是论事 十四 两周后是公司团建的日子 地点在沿海城市的一个小山村里 美其名曰反扑归真 吸收大自然的灵气 我跟游离都是销售部的 同志即被分在了一个房间 看到房间名单的那刻 我都差点以为自己眼花 这房间 她不是零总分的吧 沈娜娜发消息给我 你要不要找人换一下房间 我回复 我不换 换了还以为我怕了她呢 要换也是她换 她丢来一个竖着的大拇指表情包 团建当天 我先去民宿办理了入住 躺在床上玩了一挥手机后 房门被打开 拖拉行李箱的声音 伴随着高跟鞋走路声响起 游离拉这个大行李箱 出现在我眼前 她瞥了我一眼 慢悠悠地走向另一张床 放下行李箱 自顾自地整理起来 我就一直半靠在床上处理工事 某一瞬间 莫名地让我觉得 像一对出来旅游的小夫妻 呸 呸 呸 我被脑海里的这个想法 吓了一大跳 赶紧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清醒清醒 工作久了 果然脑子是会出现问题的 15 下午的行程是去赶海 行政给每个人一个水桶 一个长柄小钳子后 让大家自由活动 我跟沈娜娜充满胜负欲 往人群稀少的地方 寻找没被开拓过的岛藏地盘 这里 这里 好多小螃蟹 她赤脚走到距离海岸 有一小段距离的海中大石上 弯着腰拿钳子 往石头缝里抓小螃蟹 我的胜负欲还没超越我的理智 冲她喊了句 别跑远了 一会长潮 快回来 她敷衍地朝我硬了一声 我的视线被一条巨大的撑子所吸引 蹲下开始埋头挖沙子 渐渐地 太阳变成了咸蛋黄 夕阳洒了一沙滩 我感觉挖出来的沙子变得越来越潮湿 撑子也转眼就不见了 在抬头时 发现沈娜娜站着的位置已经被潮水包围 而她本人依旧在卖力地抓螃蟹 整个头都快钻进石头缝里了 沈娜娜 沈娜娜 我朝她歇斯底里的大喊 赶紧回来 她听见了我的声音 拎着手里的统嘲我得意的炫耀 你看 我抓了多少 我沉默 指了指她脚下 她低头 瞬间缓过神来 睁大了双眼 妈呀 咋这么多水 我怎么回去啊 我 她这抓螃蟹的镜头 可比上班专心多了 你快走回来 赶紧的 现在潮水只是到她的大腿根而已 再不回来 可能只能游回来了 那我这裙子 她看了看长期脚踝的沙滩裙 陷入了沉思 快 涨潮了 我眼睁睁的看着海上 一轮大浪打来 掀起一波潮水 扯着嗓子喊她 她回头看了眼 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抓起裙摆 就踩进海水里 逆着海水很吃力的走来 我在岸边急的跺脚 走到岸边伸手递给她 好不容易走到我伸手 够得着的地方 我一把把她抓上了岸 仔细打量了一番 还好 只是裙子湿到了腰部 其他无碍 我这样 怎么去跟他们会合呀 沈娜娜低头看了眼 湿透后贴在身上的裙子 为难地说 我也穿着一件连衣裙 无能为力 要想出去打车回酒店 肯定是会遇上 公司那般人的 我正着急着 突然发现一个火红的身影 她的头上 还包着同色系的长丝巾 用来防晒 我们朝她望去的时候 她恰好也转头 视线交错下 她的眼神往下一位移 没办法了 我小跑着过去 指了指她头上的丝巾 这个 正真着着用词 没想到她二话没说 就取下来递给我 行了 你先拿去吧 我接过丝巾 轻声道 多谢 转头朝着沈娜娜跑去 把丝巾系在她的腰上 丝巾偏长 正好可以挡住 被水浸湿的尴尬位置 危机解除 沈娜娜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游离 她 我转头望她 看见她昂着头 视视然慢着步 把沙滩走出了红毯的气势 16 晚上 游离脱离大部队单独出去 说是没太阳了 想一个人去海边走走 吹吹风 同事们都在猜测 她可能找男朋友约会去了 估计碍于我在场 大家都用眼神交流 一个个眼珠子 都要转出火星子了 我只能提前找个借口溜走 给他们留下 畅所欲言的时间与空间 我在房间里 把游离的丝巾洗干净 烘干碟放整齐 打算等她回来 就还给她 可是没想到 等到我都睡了 一小时了她也没回来 思来想去 我还是拨打了她的电话 铃声响了又响 就是没人接 我握着手机不禁想 侧头看见了空荡荡的床位 内心的怀疑隐隐作祟 纠结许久 我还是给严谨发去了消息 问她有没有跟游离在一起 半晌后 她回了一大段达非所问的话 将来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对不起 我不可以这样做 虽然她现在不在我身边 但是我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八百字里就八个字是有用的 废话率99% 游离没有跟她在一起 那在这个偏远的海边小城市里 她能跟谁出去 我越想越不安 给沈娜娜打了电话 她没回 估计睡着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又躺下 游离可是我的死对头 我管她做什么 说不定她约了同城的小哥哥 出去玩开心了 所以没时间接电话呢 不管了 睡了 有事明天再说 地上也没两秒 眼睛自动睁开了 万一 万一真的有事呢 哎呀 我坐起身 先她被子站了起来 穿好衣服 借了前台的手电筒 骑了服务员小哥的小毛驴 往海边开去 夜晚的海边凉风阵阵 气人心疲 舒适中又带着些许良意 我开着远光灯 一路找 一路看 时不时大喊两句 沿海小城市 本地人本来就不多 游客们也大都白天出来 所以夜晚的海边 几乎看不到人影 越往前看越脱离 印象里的路线 这么大半夜的走夜路 我也很害怕 我思来想去 又拨了通电话 正当我准备放弃时 忽然耳间的听到了 细碎的声音 从小树林里传来 游离 我试着又喊了一句 拿着强力手电筒 往海边的小树林里照了照 好像有手机铃声传来 但是又听不真切 我双手紧握住手电筒 往前走了几步 又大声喊了一遍他的名字 在 我在 这回我真切地听见了他的声音 心中一喜 寻声找去 走进树林里一小段的距离 大红色的衣服 让我很容易就瞧见了他 我看见他趴坐在一棵大树下 表情痛苦 声音虚弱 你这是 我走近了才看清 他的腿卡在了一个 仅有一个碗粗的树洞里 说是树洞 实际上是一棵 镂空的百年大树的根莖 只是里面都被住空了 留了一个上面脆木的陷阱口 只一会 铃声再次响起 在寂静的小树林里 显得格外空旷 铃声在树洞底下传来 透过断裂的根莖 可以看到树底下些许光亮 闪了几下后 彻底熄灭 手机没电了 游离半靠在百年大树上 似乎知道此刻的自己无比狼狈 扯了扯嘴角 很好笑吧 我现在居然这副模样 你想笑就笑吧 我白了他一眼 开始打击就电话 我在你眼里 是这么冷血没人性的人 你怎么一个人好好的看海 搞成这样 你该不会是想不开吧 你想不开 我都不会想不开 他对我 动了下牵扯到了伤口 倒吸一口凉气 我只是看手机没看路 被石头绊倒 人摔了 手机也甩飞出去 掉进这洞里 我刚想走近点伸手去捞 没想到这束精是中空脆皮的 一脚就踏进去拔不出来了 什么好事都让你凑上了呗 我报了位置挂了电话 蹲下身查看他的伤势 鞋已经凝固了 只是腿还卡在里面 无法动弹 面面相去下 我在他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 也学他的姿势靠在大叔叔干赏 半晌后 他的声音传来 你怎么会来 你的丝巾 我想亲手还给你的 结果等好久你都没回来 电话也没接 别人说你跟男朋友约会去了 我说到这里 我顿了顿 看了他一眼 我给严谨发了消息 他说你没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是出什么事了 晚餐的时候 大家都喝了酒醉了一片 我就自己出来碰碰运气了 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了 他没出声 过了一会才说 我瞥了他一眼 能抢的走的 说明就不是我命定的人 为了一个无关的人生 无畏的气 我还没无聊到这份上 他倾笑了一下 你倒是想得开 我反尘相机 你也想得很开呀 严谨这样的男人你也想要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他呀 不然呢 我奇怪的看着他 大概是伤糊涂了 说起胡话来了 今晚你救了我一命 我就坦白跟你说了吧 他说 我找他真的只是为了气你 神 妈 我不敢相信 我的耳朵听见了什么 他撇过脑袋 没看我 你跟严谨在一起 就是为了气我 这 怎么有种说不出的奇怪 你不会喜欢我吧 我连连摆手 你可别 我姓别女 爱好男 我们没可能的 扑痴 游离笑出声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也是直的 那你 你记不记得 你上次签的发展集团的大单子 他说 发展集团的单子 是让我直接名义上 晋升销售部一把手的单子 我怎么会忘记 那个单子 我已经跟了小半年了 结果被你横插一脚 坐收鱼翁之力了 我气不过 正好又看到了严谨的人事档案 发现他是你推荐的 后来我在加班的时候 偷偷看见他 溜进你的办公室 傻子都知道 你们是什么关系了 所以 你为了报这单之仇 去勾引了严谨 我眯着眼盯着他看 你别这样看我 他表情坦荡 我先声明 我可没有主动聊拨严谨 是他先聊拨的我 我只是心中有气 顺着上了他的台机而已 严谨先聊拨的你 我皱眉 我自问 在他进入公司之前 我们的关系 并没有任何问题 是啊 他点头 开始掰着指头跟我说 他会给我带早餐 鲜牛奶 面包 豆浆 馒头 中式西式都来一遍不重样 我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说他怎么提前 这么久去公司 原本我以为他是勤奋 没想到是去聊妹去了呀 他中午饭点 都会找几个人同事 拉上我一起吃 哎 饭前的时候 从来都是跳过我 我让他钱的时候带上我 他说不用了 攒起来下次单独请他吃饭 什么渣男 而且 有时候我忙着见客户没吃午饭 他都会在我桌上 摆上一个三明治 为什么我会知道 三明治是他放的呢 因为他还会贴上 十名便利贴 我无虞 他对自己的女朋友 都没这么细心过 我说 怎么他一上班就见不着人影 原来是想方设法地 去暖别人了 起先我是拒绝的 或者是把他的好意 当成是同事之间的感情忽略 后来发展集团的事件一出 我就想凭什么就我生气 我也要让你感受一下我的生气 于是开始接受他的暗示 他马上就上钩了 游离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道 你也别太伤心了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我 我这表现是伤心的模样吗 我分明是被恶心到的模样 你都知道他不是好人了 你还收留这种人渣 我想不通 哦 是这样 他扭了扭发酸的脖子 慢悠悠的说 他做家务跟做菜都挺不错的 我想着请一个阿姨 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所以让他暂时先上岗了 确实也说得通 严谨在我家时 所有的活都是终点工阿姨做 放着这种享受不要 偏跑去别人家里当牛做马 还乐在其中 真是 建设美丽新中国 我对他竖起大拇指 不得不说 你对付男人确实有一套 他得意的扬了扬下巴 好说 只要你把现在永福集团的单子 让给我 我就手把手教你如何轻松 驾驭男人 如何 永福集团的单子是 我们销售一部目前的重点项目 他倒是惦记得很清楚 我把他摆手 算了 男人哪有钱重要 我选择永福集团 他极力推荐 你再考虑考虑呀 你要为眼前的利益 放弃受益终身的课程 你确定 男人只是附加选项而已 钱才是永远的利益 我分得清 十七 救护车来了 消防车也来了 两方人马合力 把他的脚从树洞里解救出来 他的脚上扎了不少木刺 得去医院才能取出来 我好人坐到底 随车陪他去了医院 全部包扎处理完 回到民宿 已经是上午的八九点钟了 到民宿门口 时恰巧碰见了同事们集合 他们也瞧见了 游离包扎着腿 一瘸一拐 你怎么都没接啊 他侧头看了眼游离 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地问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摸出口袋里的手机 上面显示了五通未接来电 都是沈娜娜打来的 唉 说来话长 折腾了一晚上熬了一整个夜 我现在头重脚轻 昏昏沉沉的 拉着他说 快送本宫回寝宫 本宫要昏厥了 他白了我一眼 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闭着眼 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重死了 你是猪吗 将来 他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仔细扶住我 生怕我摔跤 我的眼睛滴开一条缝 看见他紧张的神情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个世界可以没有男人 不能没有姐妹 十八 团建结束生活 回归正常轨迹 我把所有的事情 包括尤离跟严谨在一起的初衷 都跟沈娜娜说了一遍 他听八卦的表情 就像在坐过山车 一山还有一山高 最后撇开对他的偏见 他表示 做女人这方面 尤离确实到位 不过我跟尤离 并没有像狗鞋偶像距离演的那样 经此一世后 就成为了好姐妹 我跟他依旧是对手 我们依旧水火不容 该争的业绩 依然会争得面红耳赤 毫不相让 他也不会念在 我就过他一次 就对我放水送单子 我也因为他没有这样做 他是对手 也是我进步的冲进来源 或许于他 我一是 十九 再后来 我听说尤离又换了新男友 你看看他 则 则 则 换男友比换衣服还勤 沈娜娜喝着咖啡跟我八卦 你忘记了他运服有道吗 那是我俩无法企及的 我敲着键盘 还不忘回应他 也是 那也就是说 严谨在他家 做了几个月男保姆后 就被赶出来了 沈娜娜幸灾乐祸 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是吧 我漫不经心 前阵子还加我好友来着 不过我没通过 微信好友名额有限 不想被他浪费一个位置 真可惜 不然你还可以狠狠嘲笑他一番 得了吧 我顿了顿 一会又让他沉浸在自己的剧本里 以为我这是阴暗生 恨想吃回头草 那可就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反倒是恶心自己了 沈娜娜也知道 严谨的德性 不给他加戏 就是对付他最好的办法了 游离又在朋友圈 官宣新男友了 摆明了就是把他甩了 这对他已经是致命的打击了 估计以他的自尊心 他在这里也工作不久了 你说 他凑近我 游离这么频繁的患男友 还大肆宣扬 也不怕别人 我看着远远向我们走来的游离 扭得像一朵带刺的玫瑰 他的心态强大到 足以让他屏蔽外界的声音 在内心打造了一个温室 让自己的情绪自由生长 游离在我们俩面前站定 居高临下地朝我们打招呼 将来 沈娜娜 想不想尝尝 我从国外买来的咖啡豆 一般人可喝不到的哟 沈娜娜举高手里的咖啡杯 笑得官方 不用了 我有了 游离府下身靠近沈娜娜的咖啡杯 深深地嗅了一下 然后 皱起了眉头 哎呀 沈娜娜 你喝的是什么呀 素容咖啡呀 她大惊小怪 你这跟网胃里倒垃圾 有什么区别 沈娜娜端着咖啡杯的手愣住了 机械般地转头跟我对视 逼声说 你看她又整这出 刚刚夸她的话我收回 我安慰她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将来 游离泡好咖啡 走出茶水间 喊了我一句 我抬眼看她 少盛的单子我牵走了哦 我 这可是我熬了好几个大夜 要拿下的项目了 不开玩笑 我现在就要揍她 我迸发出吃人的眼神 试图站起 被和氏老沈娜娜按住 她无奈地用我的话劝我 哎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二十 后继 世上的女孩子 千千万万百花齐放 而游离是一朵外表艳丽 一眼判定是有毒的毒蘑菇 可当你鸡肠鹿鹿时吃下去 又会发现这朵蘑菇回味甘甜 并且无毒 我们不会做朋友 但会是最好的对手